早上我跟小舅们俩来到酒坊 给一个西安的粉丝大哥买点酒 老板你里边的烧酒呗 烧完了正调呢 酒说完了 两口二十斤 好 回去吧 快点下边 酒也买完了 我们准备回家 我们这酒厂靠近山边 他有很多酒都放到山洞里边了 这旁边呢 就是金山屯火车站 先搁到仓库呀 到家了 我们俩啥菜都没有买 因为今天智商都没有开门 完了回来看我姨做啥饭了没 今天早上做啥菜姨 你做菜 没有菜吧 昨天都吃了 虽然我们俩没有买着菜 但是捣鼓捣鼓也能捣鼓咧 我说咋这么咕噜咕噜响的 是把盆做里边了 鸡蛋炒豆腐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黄色配白色 鸡蛋烧豆腐也可以 但是咱今天做不了了 还有洋葱呢 来点葱 放点酱油 哎呦 锅了 你干啥呢 噼里啪啦 不是说豆腐烧鸡蛋吗 我吃个鸡蛋 今天早上起太早了 我们吃饭晚 我饿得胃啾啾 粉条能熟吗 熟了呀 忙完了没说 没有 先吃饭吧 好 我拿叶水烫它们的油管 哪里的油管 那个摩托车的 咱不得懂他呀 你没摆好炕桌吧 摆反了 这样对了 你喝不喝粥呢 你喝吧 你不要粥 对 今天早餐大茶粥 馒头 还有一个鸡蛋粉条豆腐 不喝粥呀 不喝了 吃点菜 我可不觉得干 咱们吃早点 你醒 吃完再干 这整的破摩托软 那摩托也不容易 是半会儿整好的 叔 吃饭了 吃完再收拾 咱们吃饭了叔 要不得上他那整 得要好十块钱 他天天宿 你破摩托软 啥 谁天天修了 真假的 满河的就开始了 你自己不扔 你上那个修理铺 我跟你说 得要你 这二板子 昨天还又上那 上那一干 那两个那啥 要真劲 真以为这买个摩托 是捡便宜的 结果 回家一顿一顿乱修 有的小毛病 主要买车 机器好 就没事 主要机器好 现在那些小零不见 那都小毛病 自己就能弄 咱俩吃完 天天两个点都没有 三点半跟冬天比 都是早的了 我感觉你们 这早晚我跟你说 也是这点吃饭 你老子昨天我打电话 两点都吃完 喝一饭了 两点吃完喝一饭了 那不饿吗 那是不能 睡得早 还是十点就敞了 咱俩晚上两三点才睡觉 能不饿 我爸也饿了 优温 不饿 优优 许